窮玩車 賦玩錶 相信有一些人聽過這個想法 既然這種說法是 沒錢的人才會玩車 有錢的人玩手錶 沒錯 到底手錶有什麼魅力 今天花錢好男頻道 會來開箱一組兄弟錶 那這個兄弟錶呢 價差竟然有百萬之多 這兩隻兄弟錶 看盒子應該感受得出 哪一隻錶比較貴啦 今天呢我們就要來開箱這個 兩隻兄弟錶 為什麼叫他兄弟錶呢 開箱之前呢 先請你包我一個小碼 按下訂閱 按下小鈴鐺 感謝 接下來呢我們要來開箱了 第一隻 卡西歐 有說明書 這好像保證卡 結果也是說明書 卡西歐 登登 內盒 內盒出現了 哇 包的也是蠻岩石的 沒錯 我們今天要開箱的就是 卡西歐的GA2100 號稱 農家 橡樹 沒錯 這是我們今天要開箱的其中一款錶 另外一款呢 為什麼是兄弟錶呢 因為也是橡樹 噢 這盒子就厲害一點了 對不對 但是因為這盒子有點可憐 我在把它運回來的過程中 竟然撞到 盒子有點壞掉 那這款錶新款的呢 保證書就藏在下面 然後呢 我們要來把它打開 沒錯 也是橡樹系列 兄弟錶 愛迪皇家橡樹 這兩支錶呢 雖然農家橡樹已經被炒到兩倍有餘地 官方跪兩倍 但是呢 這樣子的一支手錶不用破萬 皇家橡樹一支要100萬 那它們的差別到底是什麼呢 那我們來細細評一下 好 我們來近距離介紹這支 皇家橡樹離案型系列的 26470 SO.OO.A002 CA.00 哇很饒舌 對不對 那其實我本身呢 是有一支它的兄弟錶 這一支是002 我有一支101 最大的差別呢 是它有一個 陶瓷框 它是一個 專為冒險運動設計的一個碗錶 它是黑色為主色 但是點綴了很多紅色的地方 錶帶的邊框 很低調的紅色在這個裡頭 然後呢 仔細看 圈也有紅色 針也是紅色的 那它的材質呢 是用金剛 陶瓷 還有藍寶石 來做一個搭配 那它的這個按鈕呢 已經跟以前不一樣 已經都做成陶瓷了 它改成陶瓷之後呢 其實變得非常的耐磨 因為以前在不是陶瓷的情況下呢 這一個按鍵是橡膠的 常常會被按到就是磨損 再來就是它的鏡面呢 旁邊這一圈變成陶瓷之後 就比較不會被刮傷 不過它兄弟咬101 101就非常容易被刮傷 刮得很花 本身我還是會怕它被刮傷 所以我在上面有貼一層磨 質感上大家看起來 可能會覺得 欸有一點怪怪的 好可以看到它這個 加灰在這邊 AP的加灰 然後呢 它的背後呢 是做裸空的形式 它這個機型呢 是3162 384 里的 AP的自製機型 可以看到非常的漂亮 上面有印有AP的加灰 還有八角形 然後有八顆的螺絲在後面 這個畫面非常的療癒 那它既然是功能型的運動錶 當然我們來把玩一下它的功能 可以按下這個按鍵的手感 你就會覺得 哇這個錶真的不一樣 它是機械式的手錶 但是它卻有馬錶的功能 12點鐘方向這一圈 是它的秒針 大大這一根原本是秒針的位置 是它啟動馬錶時候的秒針 我們來把它按下去 有沒有看到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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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 下面是它的計時圈 雖然這個功能現在 我們有這麼多電子的產品 已經不想按了 但是它就是一個 機械能力的象徵 好我們把它按停 歸零 很好玩 而且呢 這支錶呢 竟然它有防水100米的功能 這個就是 AP 皇家像素離岸型 那我們來民間考察了 G-SHARK農家像素 那它的鏡面呢 是使用這個官方號稱是 礦物鏡面 那可能也是寶石一種吧 比較低階的寶石 然後呢 它比較特別是 它整支錶都用數值 而GA2100這個錶系呢 平常都是做大錶 但是它在這個系列呢 挑戰的卻是小錶 然後呢 是一個大角形的框 所以才會被 戲稱為農家像素 那它的錶的功能呢 可以看到這邊 有一個電子的顯示螢幕 然後有顯示日期 然後它也有時針跟指針 那這邊的這個針呢 是一個新奇的顯示 它很有趣的是 一般來說有指針的錶 都有一個旋鈕 但它沒有 它一樣是G-SHARK經典的 只有四顆按鈕 它的後蓋呢 是使用碳纖維的後蓋 所以呢 它的錶聲呢 變得非常的薄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它防水 比AP更厲害 200米 然後呢 我們可以看一下它的功能 相對的就除了計時 會有非常多功能 請看這邊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它指針動的方式 它指針呢 我們現在可以調很多時區 它的指針都是 跟著下面的數位電子錶盤 在做移動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在做調時區的動作 好我們調到日本 TOKYO 東京時間 它就會跑這個時間 所以它比較特別是 它完全沒有這個轉的鈕 這是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而這次錶最厲害的是 為什麼它是農家橡樹 因為它還有 改裝瓶 不過改裝瓶我就不買了 因為我有真的AP嘛 那這個改裝瓶呢 我們可以看到 網路上的網友改出 非常多新奇的改裝 有金屬的外框 還有寶石的外框 好 兩支 橡樹 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笑一下 好大小 厚度 背蓋 我覺得它們還有一點很像 就是錶帶都是橡膠的 好 大家一定會很好奇 買一支手錶花10萬 100萬 甚至1000萬 但我覺得手錶呢 是一種 尊貴的象徵 而且是低調的尊貴 因為買車可能大家都認識牌子 但手錶其實勞力士以上的牌子 大部分的人是不認識的 所以假設你帶了一支AP錶 那真的是一種低調的 因為你可能帶著一台賓士車在手上 這真的非常低調才會做這種事情 手錶的意義呢 還有一個特殊的功能 就是它 可能是一種貨幣 你想想看你只要買對金屏錶 你可以把你的手錶 帶去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典當 都可以換出現金來 那你說它不是貨幣 它是什麼 再來 如果一個男生 他需要花這麼多錢 買一支手錶 那真的是夢想 追逐這個夢想的過程 是非常甜美的 所以如果你今天有機會 可以追逐夢想 然後買到一支 心目中夢幻的錶款 我覺得是非常值得的 而且呢 為什麼會說 窮玩車 富玩錶 因為錶呢 其實你只要買對手錶 相對是一個非常保值的一種產品 手錶可以當作資產 車大部分都會疊價 而你只要買對手錶 像我也有曾經買到一支手錶 過了三年 價錢翻了一倍的這個狀況 所以呢 我就對玩錶非常的有信心 但是 人還是要面對現實 真的該花那麼多錢 買一支這樣的手錶嗎 還是玩玩我們這個農家像素就好 如果你還買不起AP 沒關係 我覺得買一支農家像素 也是很棒的選擇 因為你買一支農家像素 戴在手上 可以時刻提醒你 以後 長大要買AP 你會選哪一個 物美價廉 貴氣浮誇 好的 我是法帥 感謝收看我們花錢好男頻道 一起來談論錢怎麼花 我們下次見 掰掰 非常感謝大家一直以來支持我們的頻道 所以我們今天有一個特別的活動 就是你只要在下方留言 我會在一個禮拜之後呢 抽出一位幸運嘉賓 我會把這支農家像素寄給你